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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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斜刀切 不要切断 然后再直刀切 不要切断 清洗干净 沥干水分 加入少许的精盐 抓拌均匀 再加入玉米淀粉 抓过均匀 起锅烧油 油温六成热 下锅炸 下入鱼头 大火紧炸 炸至定型后 转中火紧炸 炸至干香酥脆 捞出装盘 起锅烧油 下入一大勺番茄酱 顺着一个方向搅动 炒熟炒散 加入适量的清水 少许的精盐 一大勺白糖 适量的白醋 搅拌均匀 水淀粉勾芡 小火烧开 浇汁即可完成 个人做法仅供参考 没学会的请点赞 学会的免费看 我是阿强 更多菜品教程 请关注小弟 感谢您的观看 先做了一个家常版的松鼠鱼 好吃 做法还挺简单 买两斤多的草鱼 去掉头 从几两股位置片开 片到尾巴处 等不要片断 像这样 另外一面也同样方法处理 然后切掉这个鱼锅头 再斜着刀 去掉两面的大鱼刺 切的时候 先一个方向改刀 千万别切断 再交叉着 从另外一个方向切 宁可切得浅一点 也别伤到鱼皮 然后洗干净 放上玉米淀粉 尽量让鱼肉都沾满淀粉 炸的时候 注意要把它像这样翻过来 抖掉多余的淀粉 然后下锅炸 油温大概五六成热 微微有点冒烟的样子 炸不到的地方 淋热油上去 炸三四分钟 烙出来摆到盘子里 然后锅底留一点油 放蒜末进去炒香 再放一大勺番茄沙丝 半勺白糖 半勺白醋 一大勺清水 熬开之后放水淀粉进去 能让汤汁变粘稠 然后把汤汁均匀的淋到鱼身上 再撒点芝麻上去 家庭版的松鼠鱼就做好了 酸酸甜甜的 特别开胃 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 特别特别好吃的 糖醋松鼠鱼的教材 今天大清早 我的女朋友给我送了一条草鱼过来 她说她想吃个糖醋鱼呢 好 我说没问题 我给你做 现在这个鱼肉鱼骨分裂 鱼肉就这样子 荷童鱼汤切一下 鱼骨可以做个甘渣鱼 现在这个鱼肉鱼鱼切 洗个凉水泽 这样子洗干净 把水分控干以后 拍个鱼米淀粉 荷童鱼汤拍一下 还把这地方拍下去 现在起油烧锅油温流成热 下入鱼肉鱼块 轻轻地砸一下 砸熟炸点心就可以 不能砸太狠了 撈出来 空油 现在嘛 过来倒水倒入 番茄撒吃 胡萝卜汤搅拌一下 倒入白撒汤 继续胡萝卜汤搅拌一下 倒入白醋 继续胡萝卜汤搅拌一下 然后嘛 省风水勾勾切 现在啊 你看 搅拌就用 啊 现在嘛 把这个调好的料汁嘛 完美的浇在这个炸好的鱼肉上面 特别特别香的糖酥松熟鱼嘛 做好了 一条丝链的鲤鱼处理干净 头部直刀切下 鱼丝两面片刀鱼尾 不要切断 去钓鱼骨 片钓鱼翅 先直刀切 不要把鱼皮切断 再斜刀切如图 切成这样 放入葱姜盐 料酒 抓匀 腌制十分钟 取出葱姜拍入淀粉 淀粉裹匀 油温7成现锅炸 开中火炸 炸至手头金黄酥脆 捞出控料 锅流底油 放番茄酱 白糖 白醋 半勺水 药香甜 来点盐 少许水淀粉 熬至汤汁浓烧 汤汁淋入到鱼的身上 撒上小松花和炸好的松若 松熟鲤鱼